全台雞蛋供應量吃緊 國民黨立委炮火猛攻 怒批 就連學校營養午餐也吃不到蛋 但真的如此嗎 業者澄清等於間接打臉國民黨 業者還提供一月和二月的菜單 不只有洋蔥炒蛋 番茄炒蛋 玉米炒蛋 還有蒸蛋 周周有蛋吃 但輿論風向卻被帶成全台大缺蛋 就連中國國台辦也突然談起 臺灣蛋價 聲稱臺灣加蛋要十五到二十元 還要民進黨當局 把民眾安危冷暖放在心上 國台辦又在搞認知作戰 一點點漲價 但是並沒有這麼誇張 不止律委質疑又是認知戰 真的蛋荒嗎 就連藝人顏雅倫也看不下去 顏雅倫就PO出便當照 說現在的便當怎麼又有蛋了呢 更說我每天都吃至少一顆蛋 我是吃一個幻覺嗎 超級諷刺 全球糧食消費者論壇也點出 這是全球現象 消費者到我們的超市跑了一兩次才買到雞蛋 我當然會覺得非常的不好意思 每天會把雞蛋調度到市場 讓每個民眾都買到應有的這個最重要的民生必需品 雞蛋在市場上的供需的均衡 這個現象到三月初就會有所緩解 行政團隊由上到下全都動起來 除了詳盡說明供應吃井背後原因 以免被有心人士帶風向更啟動相關措施 要讓蛋蛋衝擊見到最低 三人權陳俊傑 任安靜 周凱人士小組 台北報導 沒有了 我剛去隔壁 隔壁一盒都沒有 通常都是下午四五點的時候 蛋商他過來時間通常都是那個時候 鏡頭轉到連鎖超級市場 下午時間三點多 民眾排隊結賬 人手兩盒蛋 似乎都是看準這個時間買蛋才買得到 但如果還是撲空 可以從批發商下手 一箱箱卸貨這些全是上游來的蛋 蛋航老闆為了讓貨源充足 也是下足成本才有辦法拿到貨 也是要問店家送蛋商送貨的時間 幾點送去啊 幾乎蛋商時間都差不多 缺蛋問題放眼全球 日本蛋價漲了百分之五十六 美國更多百分之一百四十五 歐盟則是百分之六十九點三 全球蛋價不斷創新高 在台灣怎麼買到蛋 也是要抓緊時間上的小撇步 三軒的周關人來自台北採訪吧